欧盟药品管理局7日是宣布了 斯达阿斯特杰利康疫苗后 所引起的血栓或是血小板低下的状况 都是属于极为罕见的副作用 整体来说呢 接种AZ疫苗依然是力大于弊的 但是原本协助研发 阿斯特杰利康公司疫苗的牛津大学 6日的时候是表示了 先暂停在英国对6到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试验 那各国当局对于AZ疫苗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以丹麦和挪威来说是宣布了 全面停用到4月中 而英国的卫生单位则是建议30岁以下的族群 先改打其他常牌的疫苗 至于法国加拿大比利时等国 是建议55岁以上的族群在接种AZ疫苗 意大利的卫生部门呢 则是建议60岁以上才打 不过如果是已经接种过第一剂的民众 可以放心接种第二剂 而德国和菲律宾当局 目前则是60岁以下不能施打AZ疫苗 韩国的部分呢 则是批准了美国的强生疫苗 将针对18岁以上的人员做使用 不过也有国家是没有涉及限制的 像是澳洲总理莫里森 就表示了AZ疫苗的接种计划 以及时程不会改变 而墨西哥和巴西当局呢 也表态暂时没打算对AZ疫苗设下限制 什么东西 therefore 我们看上去 我们看上去